马六甲慈季每个月一次环保日 不再只是志工的专利 还有讲助学金孩子主动参与 走在马路上看到很多垃圾这些 就觉得很像黄金没有收保护这样 自己也没办法出钱就出力哦 六年前开始 瑜伽三姐弟还有妈妈 在志工的邀约下 不只学习做资源回收 还有志工为他们加油打气 因为每次我考试压力啊 然后再讲很压力 然后他就走 就走来一旁就跟我讲 不要压力要放松 环保的时候 我们就问他学校的课业 然后就关怀一下他的家庭 体恤父母辛劳 三个孩子特别懂事乖巧 不只品德好 成绩进步 还会帮忙做家务 今年更再度获得慈季奖助学金 看到的是 他们的孩子都不会让他妈妈 就是起烦恼的那种 就是 就是很乖巧的啦 有这笔钱啊 过后就 哦太棒了 可以 那就像买长口食 或者是学校老师 叫我们还这些费用 啊 就可以从那边拿钱来换哦 自立自爱的孩子 有福 也让父母最安心 戴新闻 吕佳佳 邓凯生 马来西亚马六甲报导 过后就请入口 中心